您算是辅政大臣 这些个事还勉强算说得过去 可是就在索尼一死 这14岁的小皇帝刚刚亲政不久 他竟然把同是辅政的苏和撒哈全家灭门了 你好我是昆仑刘石 今天咱们继续聊这个康熙皇帝和孝庄文皇后 这祖孙二人之间的关系 其实您可能都忘了 咱们这个系列是聊清宫秘文 既然聊秘文主要还是以矛盾为主 今天咱们就能说到 这传说中孝庄文皇后和康熙皇帝之间的矛盾 就在这康熙四年 康熙皇帝大婚 娶的就是索尼的孙女贺舍李氏 对于这桩婚姻 虽然这康熙皇帝在个人感情上非常满意 但是这也不是他自己的主意 这完全是孝庄文皇后的主意 由此我们更能看中来这孝庄文皇后 她是一位政治家 在政治观点上 她有自己独到的见识 咱们就拿顺治皇帝的婚姻开始说起吧 这孝庄文皇后执意的要把那几位博尔吉吉特氏姑娘 塞进宫里来安排到顺治皇帝的身边 有的被册立为了皇后 有的被册封为了皇妃 这难道真的是这孝庄文皇后 一定要把自己娘家的孩子安排到宫里坐上主位吗 我看不尽然 顺治年 大清静观定顶中原 无论是南明还是各地的起军 势力还非常的庞大 那可谓是各居一方 所以说这大清朝廷需要各个击破 过了很多年这南方的战火才被平息 那我们设想一下在北方的草原上 虎视眈眈 自原末明初开始 一直到现在 那些摩拳擦掌准备打回中原的蒙古诸部 在这个时候若是起了兵 那这大清国再想回东北恐怕是难了 那必定是亡国于中原 在这一时期 这孝庄文皇后 让自己以及自己娘家的女孩们 在后宫当中占到了主导地位 这不二极其特事呢 也就在大清朝廷上站住了脚跟 在北方的草原上站住了脚跟 在中原在南方的动荡之秋 就这样有自己的意志力量平衡于草原 把住了大清朝的北大门 这难道不是好事吗 这孝庄文皇后之所以讨厌董沃飞 那也就是因为这个顺治皇帝宠幸 董沃飞过甚破坏了这大清朝后宫势力的平衡 咱们在这儿暂且先不论 这孝庄文皇后到底下架都尔滚于否 总之在都尔滚死后 这帮助自己的儿子顺治 打压了朝中的宗室势力 平衡了这功勋贵族 以及新贵们与宗室之间的势力 这康熙初年闹得昏天黑地的诸位辅政大臣们 哪一位还不是就此机会才算露了头 要不就这宗室们也就是那帮爱勋觉罗 永远压着他们一头 孝庄文皇后对顺治皇帝重用汉臣这一点上 很不满意 他并不觉得不应该重用汉臣 这老太太只不过认为太早了 这大清国出境南方战事未闻 若在此时啊 过度的汉化 过度的重用汉臣 难免就会伤了前方 用兵打仗八旗将士的心 转眼间到了康熙年 康熙四年 在为康熙皇帝选择皇后的时候 出人意料的是啊 这孝庄文皇后 选择了新贵索尼家的姑娘 要说起来啊 这索尼啊 他并不是宫兴贵族的代表 他呀是朝中兴贵的代表 用咱们现在一句话说呀 就是有知识 有文化 有能力 讲政治 但是啊 这军功上啊 多少差了那么一点点 所以说呀 这孝庄文皇后 这意思很明显 这朝廷啊 那就是风向标 重用了索尼一族 取了这贺舍里的姑娘 为大清国的正宫国母皇后 那就标志着 这孝庄文皇后认为 这大清马上得天下呀 她不能马上治天下 像敖拜 饿被拢着一帮秋霸呀 打天下的时候 这大清国得指着你们 但是真正到了治理天下的时候啊 可能就不行了 咱们再说说呀 这孝庄文皇后 是如何看待圈地的 诶 这老太太呢 比谁都惊 按说呀 她应该呀 支持这襄皇旗有好地 那为什么呢 因为您记住了啊 自这个皇太极开始啊 大清朝的所有皇上 都属襄皇旗 也就是说呀 他们都是名义上 襄皇旗的旗主 当然了 这皇上哪能亲自插手 亲自去管旗物啊 他也只能够把本旗的旗物 交给一位自己信得过的阿哥 所以说呢 作为皇上他妈的孝庄文皇后 他惹定是希望啊 这襄皇旗有好地 哎 话又说回来了 这皇上家嘛 富有四海 一块地好不好啊 跟他也没多的关系 但是作为他这个角 他总不能坐在山中观虎斗 趴在桥头看水流吧 你们打去吧 人脑袋呀 打出狗脑子来才好呢 不能这样 您是当家人 您是太后 但是他管谁 不管谁呢 作为这个大清国的皇太后啊 他这个襄皇旗呀 是手心的肉 这整白旗呀 他是手背的肉 所以说呀 无论是这个当年 都日滚换走了两皇旗的地 还是后来的敖拜呀 换走了整白旗的地 这孝庄文皇后 在后宫当中就只表一种态 他总是说呀 哎呀 这个圈地呀 实在是苦了当地的百姓啊 听到这太后这种言论之后 谁也会在行为上有所收敛 把这些话都说清楚啊 咱们就要交代眼吧 前这点事了 那就是这孝庄文皇后 为什么会支持康熙 制服了敖拜 首先说呀 这敖拜 操持果饼 结荡营私 以控制国家忠书 文武各官 出自其门下者甚多 这样呢 就造成啊 无论是内事还是外事 兼用其党语 直到这康熙亲政以后 朝中所有重要事项啊 还都是这敖少保 在他的工业府商量好了之后 才拿到朝堂上 这才是好的 有的根本就不像这年轻的皇帝汇报 干脆呀 政令就颁布出去了 并且呀 私自处死了皇帝最信任的侍卫 费养谷的儿子 乌鹤 朝堂内外的一品大员 您像什么户部尚书苏纳海 直立总督朱昌作 还有这个巡抚王登莲 像这样级别的人呢 都没跟皇帝商量 就被敖拜谢斯芬给杀了 哎 您算是辅政大臣 这些个事啊 还勉强算说得过去 可是啊 就在索尼一死 这14岁的小皇帝 刚刚亲政不久 他竟然把同事辅政的苏克萨哈 全家灭门了 虽然这件事情上啊 皇帝点了头 但是也是在敖拜及其党女的胁迫下 你想想这皇上能不杀他吗 皇上能不生气吗 其实在前几年 这康熙皇帝大婚结束 礼弊之后 索尼苏克萨哈这般文臣呢 就已经向康熙皇帝 和这个昭圣太皇太后进言 让皇帝早日亲政 出人意料的是 这孝庄文皇后一口回绝了 这皇帝呀还年幼 还需要老臣辅佐 你们呀不要偷懒 还需要啊 好好的在朝堂上啊 辅佐皇帝 很多事还指望着你们拿主意呢 其实这会儿的索尼和苏克萨哈呀 就已经很不明白了 他们觉得这会儿的皇室啊 应该就坡下驴 干脆就收回这个辅政大臣的辅政之权 让这皇帝一人前刚独断就完了 就在这满朝文武都狐疑的时候啊 其实这孝庄文皇后 他心里明白 现在这小皇帝啊 根基还不稳 还没有能够想出一个呀 能够制衡敖拜的办法 也没找到啊 合适的人 可是啊 就在顺治八年代头上 这个人啊 找到了 这办法呀 也有了 这人是谁啊 这人啊 就是这皇帝的殊老丈人 是这贺舍李氏皇后的亲叔叔 索额同 辅佐文皇后的意思很简单 这输国账啊 您可不能白当 大清朝的第一外戚 这个称号 您也不能白得 所以说这皇上啊 想处制敖拜 你得帮忙 你得伸肩 你得在其中出力 行 要说这索额图 还真有点办法 和这小皇上啊 没多久 就嘀嘀咕咕 想出了秦拿 敖拜的好办法 这回啊 我肯定不说瞎话 这精彩回目啊 就在明天 上书房 才要秦拿 敖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